全國投資盤大家好 我是林榮輝 歡迎收看股市未來學 台北股市大漲285點 還好尾盤的成交量有縮一點點 成交量1180億 那這個行情其實答案已經非常清楚了 今天是外資買的 外資買差不多200多億 可是外資在做什麼 他不是今天讓你看到他買的時候 他才在做這個動作 他是在上個禮拜 我說期指要軋空 然後昨天前天過去兩個交易日 都是由期貨領先現貨在盤中帶動 這個我都有提醒我們的投資朋友 所以他不是一個 因為國際盤上漲的因素 其實國際盤並沒有大漲 你不要講說昨天美國股市大漲 其實美國股市 國際股市是在我上個禮拜 所談到的一個關鍵的位置 但是他在那邊來來回回 漲漲跌跌做震盪而已 因為國際盤是在一個很關鍵的位置 每一個政府他都看得懂 所以他是裡面的內容裡面反而我倒覺得說 你還是要建立自己的方式 要不然這個地方還是會犯錯 不是說他會跌 而是你選股的方式怎麼樣才是對的 我們等一下繼續來談這個部分 我先把大盤的部分先講清楚 因為這個地方太重要了 這個地方的量 他稍微有大一點點 那我前幾天一直跟大家提醒說 你不要在這邊ABC啦 什麼還有一個C波下跌 記不記得 還有人覺得很不以為然說 為什麼不可以ABC 很多人都說ABC 我就說你就不要去講什麼ABC 因為這個連第一道的支撐都沒有破 而且昨天前天這幾天都是由期貨 然後再領先帶動現貨 那他現在也可以畫另外一個ABC喔 反正波浪理論就是這樣子 今天一定有人會罵我 可是我要講實在就是這樣子 一定有人跟你講可以ABC 畫這樣子ABC 然後再12345 你要這樣子去畫 是對你有什麼幫助 你永遠不會畫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你的老師畫對還是畫錯 所以還是用我簡單的方法 用我給你最簡單的方法就好了 就夠了 又簡單又省事 又省時間 所以這裡面的內容當中 當然我認為說 下個禮拜的立法院的證所稅的改變 是一個可以期待的內容 因為畢竟證手稅對於大戶的隱私權的部分 我講過了 不是課稅的公平正義的問題 是那個大戶的帳戶的隱私權 不願意曝光的問題 所以這個下個禮拜是一個可以期待的 但是我還是要用股票市場最真實的語言 它告訴我們什麼 我在這個地方跟大家做報告 而不是用我個人的看法 很多人現在每天拿報紙跟你講 讀報紙 然後凱凱而談講自己的看法 這個股票市場不是要我們自己的看法 是要它最真實的語言當中 它告訴你什麼 你去真實的解讀它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從電子股跟金融股裡面 最真實的部分跟大家談 這裡比較重要 我上個禮拜就已經談到了 期指要嘎空就要嘎過8200 結果一天 昨天還8000點 今天就快到8300了 今天說8286嘛 所以等於一天當中 期指的空單 馬上就call margin 嘴角保證金了 這上個禮拜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我了解這個真實的語言當中 它告訴你 整個外資它在做什麼 它外資只能做這個動作啊 它不做這個動作 它就是傻瓜啊 因為很多人在這邊ABC在那邊空啊 所以這個是上個禮拜 我們就要看到的 然後你在盤中看到的都是期貨 你先現貨去帶動 不用什麼ABC12345 你都是由期貨跟現貨 像禮拜一開始 禮拜一我就提醒大家 你看這個盤很弱 尤其禮拜五押回95點開高走低之後 禮拜一又是開高走低 當它連續開高走低 昨天又是開高走低 連續開高走低的時候 它在做什麼 它在洗盤 但是洗盤不是一個我個人的感覺 而是它盤中都是由期貨先帶動 都是由期貨先帶動 包括昨天也是一樣 所以它不是一個弱勢盤 連續昨天前天都是由期貨在盤中帶動 由期貨領先帶動的盤面 它不是一個弱勢盤 所以今天漲285點 將近8300 這個就是最真實的預言 只是你怎麼買 你可以不用買 不要買 可是你接下來符合什麼條件 你一定要進 這個是重點 那我們來談一個部分 其實我一直在談金融股的支撐 這是大盤第一個低點 這個低點是由金融股確認的 那這個支撐一直沒有來 甚至於不要說跌破了 它連來都沒有來 電子股的支撐 一道兩道三道四道 這個支撐更強 所以今天是由電子股去過高 金融股反而沒有過高 那電子股過高的時候 請注意 接下來請注意 電子股過高的時候 其實它等於在這個地方 直接先過高到這個地方 那這有一個缺點 因為它這個整理的過程當中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如果這個要打下來 我們一定是進 我們一定是進股票 可是它直接先上去的時候 它這個地方整理的 角度都不太對 就變成 一開始在這個地方整理 然後接下來會在這個地方再整理 針對這個部位做整理 因為包括金融股 金融股它如果稍微再壓下來一點 這會形成一個買點 支撐上了一個買點 然後它今天是直接上去 這都是我昨天之前的想法 其實不是今天收盤才講 收盤它是漲上去的 漲上去的時候 其實你必須要更嚴格的去看 裡面個股的條件 因為它如果先壓回來一點點 那個買點就漂亮 整個的攻擊的角度 它就可以直接往上攻 可是它現在直接攻的時候呢 其實是以外資在做短線的 下個禮拜三結算的台子期 這個軋空的動作 軋空在沙多軋空沙多 這個短線的動作居多 所以這裡面其實從電子跟金融股裡面 我們也可以解讀 今天的盤面當中 接下來你要注意稍微的一點點壓力 但是壓力一樣我講過 其實我上一次也跟大家談過 電子金融這個地方碰到短壓 短壓它就先整理 那它現在上來也是一個短壓的整理 不用過度於去解讀擔心 本土的個股反而是要注意的 還是要特別注意本土的個股 我等一下會舉這個例子來講 你會看到很多盤面的個股在漲 好像是外資 好像是全資股 其實裡面都沒有外資 很多個股是本土的資金 至於散戶的行為 這個是最嚴重的 散戶的行為現在一種就是 不看不聽不問 反正就擺爛了 套牢的不看不聽不問 也沒有想要去有一個解決的方式方法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像今天的盤 開高走高 收盤漲285點的時候 你會有那種熱鍋上的螞蟻 一定要去買股票 反正我一定要去買一個股票才行 如果是這樣子的兩種投資朋友 不看不聽不問 看到漲 看到漲就要去追的 這兩種投資朋友 其實你的操作上的心理的資本 你的心理層面 已經受到傷害了 已經在這個股票市場受到傷害了 你要怎麼樣調整過來 我認為還是要追根究底 追根究底的目的 就是很多股票它現在在什麼位置 不是一個反彈可以解釋的 反彈這個強不強 你如果看這一段反彈好像很強 對啊 真的很強 不要說好像 反彈真的很強 可是各位你知道嗎 它怎麼跌下來的 市場上可能只有我一個人 呆呆的在提醒你 沒有人說在提醒你 它怎麼跌下來 每個人只會講你說 現在你看最近它漲多少 沒有人在提醒你說 這個81塊這個地方 為什麼是不可以買的 然後讓你在這邊買 再買融資再買 融資再買融資再買 一路往下買 一路往下買這個地方有多強 其實意義並不大 這個地方有多強意義並不大 你要先知道它這個地方 為什麼跌下來的 為什麼在60幾塊 70塊這個地方 71塊 71塊這個地方 你可以做一些短線的價位設計 但是從71塊到81塊這一段 再上來的時候我不要了 這個短線賣掉就賣掉 這我就不要了 為什麼81塊我不要 為什麼81塊不要買 這個要很清楚啊 你如果知道說這個地方81塊 為什麼不要買 你就不會碰到說 從81塊跌到34塊 然後這個地方反彈上來 你感覺很高興 感覺很高興 其實你應該最根本的問題在這裡 最根本的問題在這個地方 而不是在這個地方 可是偏偏你現在看電視看到的都是顛倒 每天在跟你講強勢股 可是從來沒有從一個投資人最需要的一個角度 怎麼跌下來的 如果怎麼跌下來的你不知道 以後你還會碰到 如果怎麼跌下來的你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什麼股票會大漲上去 不是反彈喔 因為會大漲的股票跟它怎麼 這相反而已嘛 怎麼跌這麼多 跟怎麼漲這麼多 那個道理是反過來而已嘛 所以我常常講這個部分 一樣嘛這個也是一樣啊 你這個地方78塊這個地方 它是怎麼跌到34塊的 很簡單對不對 是不是很簡單 這麼簡單的東西 你一定要會嘛 我們再來說其他的什麼中線的條件的問題啊 其他等等的問題 這個我們在你在看節目慢慢的 把你不足的地方補足都可以 甚至於我前面講到的心理資本的問題 其實我們的代會員 面對很多很多的會員 也面對很多盤面當中的各種的變化 心理資本要調適好 這是一個操盤手 非常重要的 不管你做的好做的不好 你怎麼樣想盡辦法在一個節骨眼 扭轉過來 那個心態能夠扭轉過來 必須要建立在一個你的心理 心理不是在受傷的情況之下 去做任何的操作 去做任何的交易 而這些都是可以從 你每天的交易日記裡面 這個其實就是你的你的交易日記 從每天你的交易日記當中去彌補 你整個操作過程當中 讓它更完整 那要更完整 我們就要從7月1號以後 所建立的一個操作方法 進一步來跟大家報告 這個報告的過程當中 其實包括有幾點 今天的強勢股南光 不要說我沒有講過 只是我要提醒大家 南光你今天漲上來的過程裡面 它明天再漲的時候不能亮縮 再漲的時候不能亮縮 如果亮縮的話它要準備要拉回來 因為它整個整理的時間條件還不夠 什麼叫整理的時間條件就是這個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整理不要急著漲 到最後的買點就是好的 就像這個地方 你一路買97塊一路買再54塊 一路買一路買一路買 往下買往下買往下買 它的條件都沒有完成 你在買什麼呢 它這個地方整個整理的姿態 非常的 你看它好像 這個地方好像在整理 足底一般人講足底是錯誤的 因為足底是有條件的 它根本連足底的條件都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它在65塊這個地方 它都沒有上去好好的整理過 它的條件就不會扭轉 甚至於光通訊裡面它還比較強呢 為什麼它會比較強 要了解原因嘛 你要了解原因 為什麼它還比華星光要強一點 然後甚至於其他的個股 我等一下講慢一點 我希望說從等一下的個股當中 你就算今天看節目二十幾分鐘 我希望你都能夠有所領悟 股票市場的真實的語言 它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比看報紙或者在那邊謾罵 在那邊抱怨都還要更實際有用 有意義一點 我們待會見 大家好 歡迎回到股市未來學 我現在非常的強調 你要做任何的交易進出之前 先進一下進一下 今天晚上進一下 明天進一下想一下 你的心理資本 怎麼樣用各種方法去健全它 然後再來說賺錢 很多人都把賺錢放在前面 其實在賺錢在金錢資本的前面 是你的心理資本到底建立到什麼程度 而這個心理資本的建立它是有方法的 我們等一下再來談這個部分 大盤的部分我再補充一下好 如果你上半段沒聽清楚 其實大盤破這個7907 破這個7907這個地方的買點 就是一個買點 可是它直接先上來 這跟外資的軋空有關係 外資每個月的短線的 期貨跟選擇權的套利有關係 可是對投資人來講 你現在不是要那個期貨選擇權的短線 你現在要的是怎麼樣保本的情況之下去獲利 獲利的過程當中在邊做解套 要有兩種個股去幫你做配合 要有價位的設計去保護你的資本 所以其實我認為個股的條件 是比大盤是不是去破7907 當然是更重要 然後個股的支撐當中 你可以去找一些個股 我只是舉例說明 你要去找個股的支撐這個地方的位置 要去觀察它的支撐的位置 然後你要去觀察 這個支撐會比較低一點 去觀察這個地方的支撐位置 然後你甚至於 等一下我還會談到 滑通接下來拉回的支撐位置 會變成在這個地方 你要去觀察 怎麼觀察 你沒有先把股票抓出來 怎麼放到你的自選股裡面 怎麼觀察 然後如果沒有人幫你觀察 沒有人每天寫分析附錄 寫在你的電腦裡面 讓你去看得清清楚楚 那你怎麼觀察 除非你有那麼多的時間嗎 所以這個才是比較重要的 個股的條件其實比這個更重要 大盤這個地方先整理一次 接下來我認為會針對於 8400 8500這個地方 它再做一次的整理 不過這個整理都是好的 整理越久 其實它整個未來的條件 才會越好 但是個別股你最關心的怎麼樣 保本獲利解套 這個又有條件的 保本獲利解套的過程 是我們現在幫很多 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 新進的投資朋友 在所做的一個 緊迫盯人的規劃 所以我說我人力有限 那那個保本的操作計畫 就到明天中午截止 先提醒大家一次 因為我人力有限 沒有辦法照顧那麼多人 所以明天我們這個保本的操作計畫 就先截止到明天截止 但是你還是可以自己做一些想法 你如果自己操作 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說現在就是兩種股票去選擇嘛 你不要去選盤中的強勢股 或者是短期的強勢股 那個還要看條件 你可以去選 什麼叫波段條件的個股 它有一個波段低點 那波段低點意思是 跌很深 跌很深 跌很深的 它有波段低點 波段低點絕對不是在中間 隨便去朝底強反彈 朝底強反彈 是有條件的 而我們所選出來都是 大型指標型的個股 這樣你比較不會犯了一些 所謂系統性的風險 或者是管理層的一些風險 華雅科不要說17塊多 去賭這五毛錢 我是有請一個投資朋友 去賭他五毛錢 五毛錢沒賠到 結果多賺了五塊錢 這個就是這樣來的 其實價位設計跟這個有關係 但是你要先知道說 為什麼華雅科沿路 我沒怎麼跟大家講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畫得這麼清楚 給我們會員朋友 然後我在電視上還放大給你看 為什麼他要先破這個低點 然後快速的拉上去 但是到今天我們把它做一個調節了 今天跳空上來的時候 我們直接做一個調節 少部分的人直接做一個調節賣出 獲利直接就賣出了 可是選這種股票 不是一般的 頭顧老師在跟你講的 用蒙的 其實他還是有條件的 8月就是上個月 上個月其實他財報出來的時候 我已經跟他談過華雅科 他的第二季的財報 其實是有一個很合理的空間的 他本來股價按照一個基本面的想法 他這個地方本來就是超跌的 17塊這個地方 華雅科本來就是超跌的 這個就是從另外一個基本面的角度的想法 大盤也是一樣啊 大盤在9月4號 這個這一天開高走低壓回95點那一天 禮拜五 禮拜五就提醒大家說 其實他看起來很弱 其實他是強的 視弱有強嘛 在這裡嘛 視弱有強嘛 然後這三檔股票禮拜五 我說我們禮拜一 你可以馬上去注意的 那你可以馬上去注意的沒有 我全部講 第一檔其實是景德啦 那為什麼他台上在這個地方停住 為什麼停在這裡 停在這裡我都有畫給我們的會員朋友 會員專屬的分析附路 你去看一下 那2498的宏達店 難道是漲這樣就算了嗎 我認為我講清楚一點 我等一下講清楚一點 然後邦特雖然說今天沒有繼續在漲 但是接下來這個地方的支撐 都是可以去留意的 為什麼你在禮拜五所看到的個股 經過一個禮拜一 昨天跟今天都是相對比較強勢的 這個是有條件的 一樣是你選股的條件 到底是建立在什麼地方 那我現在先請問各位 這兩天很多人跟你講宏達店 可是宏達店有外資嗎 我問你宏達店你回頭去看 這個地方是外資 宏達店這個地方要漲停 昨天要漲停之前 今天要在漲上來之前 這裡有外資嗎 這裡根本沒有外資在買 那這裡沒有外資在買 是誰在買 邦特也是一樣啊 他減資完之後這裡根本沒有外資在買 所以這個都是本土的資金 現在選股很重要的方向 雖然說外資今天幫你買了一天 可是我認為 你還是要盡量避開外資的操作個股 因為本土的資金一定會避開外資的個股 會去操作他們自己的方向 波段地點的個股 我禮拜五還有談到包括神龍 但是這種波段地點的操作不是隨便買 你一定要有計畫性的去做操作了 點還沒有到 但是你要先注意 你看這個前面有一個轉帳 兩萬兩千多張 它這個滑星還有個二十五萬張呢 今天已經靠近這個位置了 其實一個波段地點要形成之前 籌碼一定會先改變 那籌碼改變的過程當中 它有另外一個籌碼 是你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它也會先在 你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去做改變 所以這些包括我們短線談到的 符合短線條件的個股 它今天還是比較強 但是這個都不能再追 你要注意 如果它有辦現金增資 你一定要先跑 整個波段地點形成的過程 它是很緩慢的 但是緩慢你還是可以察覺的 緩慢察覺的過程當中 用我7月1號給大家的新的方法 因為不是所有的投資人都能夠脫胎換股 我只針對你願意脫胎換股的改變的投資朋友 去提供一個操作的計畫 所以它只適合贏家的思維 這個贏家的思維 你認為你願意跟著在這個地方做一些脫胎換股的改變 跟著我們在7月1號之後所定立的一個新的方法 那我能夠照顧的人有限 我們的人力有限 所以提前 不是9月12號 這個保本操作的計畫 就提前在明天中午截止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明天再會 拜拜 多謝 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